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一套是写实的 接着我们要说一套 就是New Game 科文社是2013年3月出品的 德兰正太郎一直都出了四格漫画 其实他的出生和游戏制作有关 因为他以前曾经考过美术大学 考两次都失败 如果考不到,结果就去了公司工作 他做过网络游戏还是网络游戏 结果就没有做 然后再继续画四格漫画 其实我看他的漫画,因为自己又卖了 其实他本来想写一个写粗的故事 还是他不知为什么全部都被女国化 不关事的,你有一些漫画写粗账 不知能不能看 都是的,全部的女国说公司的东西 没问题的,别人都比你更好 对了,大家都知道方文社的作品 都是难民的救赎 那我们要先问这个树林 是不是难民的救赎 可血可怜这套 你问我的话,难民不难民 这套不是难民,我告诉你 去年有些人在Facebook这套 说这套很好看 但我看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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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或者这么说,作为他的游戏 主题,做游戏 某一部,纯粹都是画面上的东西 其实很难说,他真的说一个叫做游戏制作的东西 开头就是整个Creator的角色 那你怎样想,他的程式和 Program 都好像没想过 也是他觉得最梦幻的地方 也是人们最多救病的地方 哪有这么多女儿啊? 有没有假? 我想问,蜜蜜蜜 没有 应该这么说,日本那边有些公司是全女的 问题是,那些女儿有没有这么多质 基本上它构成是全女班的 一个男人也没有这么质 那确保游戏的走向不会突然走到奇怪的地方 但问题是,女儿质素没有这样 那这些画面美化的问题 这个产业内,其实男女比你一向很极端 偶尔有几个女生 不可能整个组织都是女生 日本有些游戏是特意去进行出来的 但是你说,这么巧全部都是女生的机率 和这个粉石撞到地球是没有分别的 说得这么绝望 说得真的很绝望 不过先说这一套监督 藤原街行 藤原街行其实之前有监督过 Plastic Memories和GJB 两套都平革慢慢 GJB小弟看过 就真是,唉… 是落发人生系统告诉你 都接近的了 那些人最着眼的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女主角清业 上班之后 无奈就要过着一个日日OT的生活 很正常 做Program类,做电脑类的工作 不是就是这样的吗? 无关事,她有得收工 很厉害的事,知道吗? 有下班吗? 不存在的 很厉害的 作为一个从事这一行业 十几年的一个经验之谈来说 不放工这件事 的确是对某些部门来说 是很常态的 在我的经验里来说 我是很少看到美术部 是开到这么晚的 难怪的 香港某位日本通的博客 也在电台做主持的位置 也有品提过这个New Game的故事 而去带动说 日本或全亚洲的工时长的问题 工时长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是很常见的 作品里面也提到 其实你做这一行本身 其实是靠一个热情 去支撑着你继续做这一行的动力 雷主角因为崇拜 各位前辈才来 崇拜阿光 这个故事 其实作者本身 他好像刚才河马上说 他想写一些社畜类型的东西 他是不是真的没有延昏下去 我觉得他不多不少 或者他不觉意 或者他潜意识之间 他真的有放了一些 这些元素下去 又没有去到情节那么夸张 我刚才也说过漫画 社畜像是一部漫画 都是用一些IT部 P Programmer的例子 但是你这个New Game里面的少鸟 其实多数是你见到他剧情主要维晓 去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就是部门之间的少鸟 但不同 在上边真的用一些社会系统 制度里面 可能开工 出公事场 或者IT部 一些无理的公司 指控里面去做少鸟 不同的文化 因为这个情况在于 就是他质重于 其实那些角色之间的生活 并不是说现在的部门 或者业界究竟发生什么事 说到那些问题 其实是很难轻松的 所以他就以一个轻松 日常的办公室 我感觉是有些工作 那个问题就是 我很喜欢OT 这个问题是很难轻松的 其实和毛记有些不同的职业 换一换 但都是感情杯面 偷听和烧的食物是没有分别的 Service and Serving 那些的例子 其实有点像外媒家 其实我感觉看New Game 就等于电换版的外媒家 难以说 你New Game里面 雷主角换了其他部门 跟其他公司 剧情没有分别 其实可以的 聊天 吃饭 搞定 你换完全部男人都可以 你试一下想像一下 这是第二个故事 那种其实他 他纯粹只是说清热 对游戏公司的统景 其实也不关事 不知道是他 因为读不到大学的关系 还是什么 所以迫着进去 没有啊 是不是作者自己 把自己的亲身基力 key了下去 因为他两年考不到 结果他就去做了 你明白 做这些学 其实不一定要大学 他要专业文贫 其实他不去大学 也没所谓 有点是什么呢 作者可能 我个人观点的解读 他将他的个人经历 美化了 以及key 在一个女性身上 话实是一个很年轻 很可厚的女性 又去这个公司 跟其他女同事交往 然后更重要 全部都是女同事 你幻想一下 现实的残酷情况 将他现在 reo game里面 所有的情节 调转 不过你不要说 其实他的故事 我看回他的四格漫画 其实他将大老板的出场子 就是调出来的 他的大老板是没那么早出过的 如果我看回他的漫画 大老板的意思是 带着猫的 不是 他说过 应该是带着铁 还是铺鸟沙的 那位 那位拿着猫的 对 对 那个其实是辞出的 第二本 那个单行本才出的 除了阿清劫之外 也都较为喜欢 Heifumi 因为Heifumi的角色 是较为吸引一点 原作里面 他一直都是人气最高的 尤其是有职刺威 这套东西的问题 就是 人们一看到Formance 他不会认真去对待 究竟他到底是否到底 因为 我觉得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 我听听过 用Surobaru 去和他做比较 你不可能去比较一套作品 别人那套作品 是说实际的问题 先不要说 他也有美化 他也有美化的问题 他也有美化的问题 但是这里所说的 它是什么 我会用一个更高级的字眼 它是梦幻化 很少见老闆 或者主管 八神 对下属 不懂得太看 很少可的 不是 不开你 拖拖头笑 出来和你聊天 有机会有些问题 你查诊了什么 回去做事 和猫玩 你有空吗 你现在不给多做 这些问题 在业界里面 应该说 你在工作时间里 在游戏和游戏 其实是不难见到的 零被人见 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通常 在游戏产业里面 我们要注意的是 你能够在你提供 或者是在期限里面 你完成的话 我相信 其实没有人 不会去判断你中间里面 你处理了什么东西 或者你休息 每个人的节奏都不同 这也是一个创作行业 就是说 你突然之间 有个人在发疯 打了耍完一套功夫之后 然后给人说 我知道怎么做这个动作 好像里面 也有类似的情节 其实你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都经常说 我都见不少奇能异事 在各方面的意义上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看上去 是不是没有一些 令到我有回想的情节 并不是说没有 不过就是什么 我回想的情节里面 是要将那些梦幻法 完全去除了之后 我才会说 是啊 当年好像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 有个很肥的男生 在台下 送完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女角 我明白了 那我又没有这样 不好意思 这些东西是很难想像的 大佬 即是原著 或者他在业后 写回他的自己的经历 他都写 都说 其实很想在一个漫画里面 写回他自己的 当时他制作 有份制作的那一件 那个历程 他就觉得 他好像写第一卷 好像我没有写过 好像写了个character bind 那些东西 我肯定 方文写过的片作 他说 你是不是不想画下去 因为他有以颜文过 我看回他 他的以颜文不是说 其实是 我想写的 片作 你明白 那些剧情写下去 没有人会看的 不是没有人会看 但是他不适合 方文写出版的东西 方格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你把其他作品 这个我觉得是取材的问题 正经我说 这个题材取向的问题 就是 他是想要一些轻轻鬆鬆的 他不是跟你说 就是说 做一做一做之后 有个人习惯了 然后跟着 送他去白车 然后跟着 主观来探命 问他 你后天交老婆的 是 其实他也说 他也想借其中一个character 阿波根 大家都知道是谁 就是沖繩尼那个 他想说一说 这些故事 其实他也有说过 当然 我觉得他想买清劫 但是又好像 变成了买了Hifumi 都好像有些 以外之筆 神来之筆 但是 我再说一些 他的历史 他不是养了一只 寵物 刺蝟 其实刺蝟 刺蝟不是叫中刺狼 其实他真的 这个作者 是在养了那只刺蝟 不过他的名字 就不是叫中刺狼 他的名字叫Johnny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三集 感不感染到大家 轻轻松松臭 我觉得OK 我都说 你吃得太腻 有时吃一些 不用太用脑 大家就随便看完 大家笑一笑 就算的 就可以 你说 他是不是在轻松 里面是一套 很好的作品 但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 是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介绍大家看社畜像 放心 我下一次 我们这一套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去下一套 我了解